什么?有人能幸存下来吗? 根据所有的政治法则,川普的竞选活动今天应该是一片狼藉。 他是个罪犯,他是个刑事罪犯,他是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定罪的总统,罪行看似严重。 每当陪审团在周四的曼哈顿法庭上宣读有罪时,根据正常逻辑,这都应该对川普重返白宫的希望造成致命打击。 这句话不只是说了一次,而是说了34次。 这不是普通的政治暗杀,这是一场对川普的黑帮式伏击。 当消息在全球屏幕上闪现时,演播室里的评论员的声音都因兴奋而颤抖。 那一刻,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抓到了他。 看起来反川普的大联盟终于找到了足够大的火箭筒来穿透这位有着厚厚橡皮的总统候选人。 当川普离开法庭时,我们被邀请观看一系列狂喜的画面,川普戴着手铐,川普走在去牢房的路上,川普穿着橙色球服,川普在某个可怕的监狱里遭遇报应。 哦,我的天啊,他们拥抱在一起,这一切都太美妙了。 你可以从左翼媒体上巨大的有罪标题,电视记者们秉析的敬畏中看出,他们把这视为一个真正的地震时刻,一次一代人才能见证的政治事件。 他们都说这是历史性的。 历史性的。 因为现在真的有可能在总统选举的关键时刻,川普作为共和党候选人被关进监狱。 他们说没有人会投票给一个被定罪的罪犯,更不用说一个可能在纽约新兴监狱开始任期的人了。 这一定会结束他的民调领先地位。 他们说,这一定会彻底结束他的竞选。 然后,第一份民调出现了。 令评论员们显然惊讶的是,大多数选民对判决无动于衷,且占据了相当大的多数。 但至少在我看到的那份民调中,有令人震惊的15%的人在定罪后比之前更有可能投票给他。 再一次,你看着那种民调数据,你会说,什么? 一周又一周,川普被迫坐在曼哈顿的法庭上。 他遭受了各种侮辱和尴尬,尤其是色情明星斯托米·丹尼尔斯的冗长而挑逗的证词。 他现在背叛所有罪名成立,然而六分之一以上的选民现在说他们更有可能投票给他。 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川普的批评者会说,他的支持者被洗脑了。 左派会说,他的特弗龙免伊利只是他腐化政治的证据。 他们会说,川普的支持者是疯子,错误的,凭地球论者和罗斯威尔信徒。 嗯,我不同意。 实际上,我同情川普支持者对这次审判及其判决的看法。 我不喜欢2021年1月6日华盛顿发生的事情,当时暴徒冲进国会。 我认为,川普应该立即向桥拜登认输。 但最终,美国宪法发挥了作用,从一个政府到下一个政府的权力和平,且及时地过渡了。 如果说,有任何试图腐化民主政治进程的行为,对我来说,那就是,他的敌人试图通过法律战, 比如这个案件,将唐纳德、川普排除在选票之外,剥夺美国人民投票给他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那34项有罪判决到目前为止没有改变局面,我非常怀疑他们对他是否有负面作用。 美国人民看了这个案件,尽管有所有关于其历史重要性的预言,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大体上是一堆陈旧的废话。 问题不在于斯托米·丹尼尔斯是否在他与川普的关系上说了实话,也不在于他收了多少钱来保持沉默。 问题在于,是否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川普知道这些付款需要在他的某个业务中进行一些可疑的会计处理。 不管这场审判显示了什么,几乎没有这样的证据,除了一个名叫迈克尔,科恩的已经被证明是骗子的人的证词。 纽约检察官神秘地将科恩从监狱中挖出来,他因其他罪行正在服刑,并说服他作证反对川普。 这显然是政治性的,完全是人为的。 民主党的检察官们认为自己很聪明,在这个技术问题上半倒川普,就像他们可能告诉自己的那样,用逃税来抓住黑帮头子艾尔·卡鹏。 所有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到,我认为是他们的真正动机,他们是在翻查规则手册,找东西来对付川普,他们是在搜寻证人来作证反对他,不管这些证人有多么多的污点或偏见。 大多数美国选民都能看到,我认为真正发生的事情,自由派精英们只是对川普持续的受欢迎程度和他与选民的联系感到震惊,他们正在利用一切手段来破坏他的竞选活动。 这就是为什么反川普的法律战适得其反,我认为参议员临赛格雷厄姆是对的,他说这将更多的加强川普,而不是伤害他。 左翼自由派的律师们极其愚蠢,他们使用了那些专制政府用来让他们的对手无法参选的手段捏造的法律程序,这是反民主手册中最古老的伎俩之一。 如果你不能在选票箱中击败候选人,就找律师来对他或他进行一堆诉讼。 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非洲或俄罗斯时,我们谴责它是专制和腐败的。 好吧,美国人民看到了,认为这些方法和动机基本上是一样的。 不管他的批评者怎么说,我相信唐纳德,川普在他最好的状态下,可以为世界提供所需的强有力和自信的领导。 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地缘战略问题上,乌克兰的自由,它有能量和一致性来确保我们得到正确的答案,击败普京,并向世界,特别是中国,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侵略是无利可图的。 如果你冷静地看他的任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他都比他的左翼批评者所允许的要成功得多。 他们不应该使用这种法律伎俩来阻止他获得真正重要的判决,人民的裁决。 无论他们现在怎么说,这正是他的对手希望这些案件能达到的目标。 他们真是愚蠢至极。 通过推进这些案件,他们帮助他更有可能获胜,而不是更少。 在课程中,他们试图他为了整个案件,从最终的罪室或是原则作用。 他们将他们在课程中,他们在课程中,他们会发现了一種。 他们在课程中,他们会发现了一种法律。 他们会发现了一种法律,而是他们会发现了一種法律的案件。 他们会发现了一种法律和一种法律。 我会发现了一种法律和一种法律的法律。